在莫里埃诸多戏剧作品当中 千令人和伪君子在中国的反响 经久不衰 尤为强烈 这离不开莫里埃的普世性和经典性 同时也离不开中国一代又一代专业人士 对于莫里埃作品的忠实翻译和灵活的本土化努力 下面是西南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系副教授徐欢妍的介绍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莫里埃的那么多戏剧里面 为什么我们接受的最充分最好的是千令人和伪君子 还有呢实际上你像这个斯卡班的轨迹和屈打成衣这些 吸收了很多意大利极星戏剧的假面戏剧的这些闹剧化的 不是我们所谓的这种高尚喜剧大喜剧的那些东西 都会接受的比较好 就是千令人我个人考虑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原杂剧里面就有一部戏剧叫做 《勘钱奴买冤家债主》 这个呢是属于原杂剧里面的一个名片 并且呢就是说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这个法国的汉学家如莲和这个巴赞也把他给译成了法文 所以呢就说是在法国的民众那里呢也比较的有影响 我们中国呢还有传统戏曲还有民间小戏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像张三戒靴啊 还有一些的地方剧种里面 有许多关于吝啬题材的这样一种表现 所以就是说千令人他表现一个老头 特别的吝啬 然后对他进行嘲笑 这个就是说题材或者说这样一种戏剧 对我们来说是不陌生的 中国的这个读者他在文或者在台下看舞台上面演出的时候 他会天生的有一种熟悉感 有一种亲近感 所以呢这个千令人呢会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改变的这些版本 然后像伟君子呢就是说在中国之所以被大家喜欢 是因为他是莫利埃的剧作里面 莫利埃写剧非常快的 你会看到他1658年回到法国 然后到他1673年去世 那么短短的时间一下子写了那么多句 有的时候可能一年一下推出三四部五六部新剧 但是呢伟君子很特殊 他是一直就是说前后花了五年之久的时间在打磨这个戏剧 就是演一个版本被禁了 好 去积极的争取国王 然后呢让他能够公演 然后呢演出了以后又被这个巴黎最高法院和主教给禁了 好 再想办法 就是说想尽各种的办法 到最后让这个戏剧能够跟公众见面 那么就说是每次在谈到莫利埃的生平 或者莫利埃的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战斗形象的时候 都会跟这个剧联系在一起 所以呢这个剧是莫利埃的这个所有剧作里面 就是说花费时间和精力最长最多的一部戏剧 并且呢就是说 无论是像苏联的这些教科书 还有苏联的那些就说是著名的文学家里面 他们对于这个伪君子 尤其是里面塑造的这个大都数的这个形象 也是就说赞誉有加的 伪君子这个系呢 就说是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都能够跟当时的一个社会政治斗争的这样一个 还有社会文化的需求都联起来 联合起来 所以呢就说是到最后呢 伪君子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一个 莫利埃戏剧的一个代名词 然后大家只要提到莫利埃 就会第一个蹦出来奥歇伪君子的那位作者 在我们的高等教育里面 还有在像后来设立的中系上系这些里面 莫利埃就是说你只要说喜剧 你是没有办法绕开莫利埃的 你只要说西方戏剧 也是没有办法绕开莫利埃的 然后莫利埃就是说 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化的存在 然后呢你无论忽视也好 或者说是避开也好 但是呢他始终就是在那里 是作为所有的课程 或者说作为这个教学体系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莫利埃在中国能够被这么多的 就中国读者所接受 实际上呢就跟他中国的这些艺者 还有中国的这些就说是表演 艺术界的这些就说是从业人员 做出的本土化的努力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在地化的一种努力呢 民族化的一种努力是非常有关的 我们可以分阶段来谈一下 也就像20世纪的10年大的时候 然后第一部译的是守前奴 然后守前奴里面呢就说是 第一个开篇的这个台词 就是这个就说是 这个女孩子艾丽丝 然后呢就问她的情人 维莱尔就说 哎你为什么来得这么迟 亲来何迟 然后呢你会这样一听 你就会觉得好古雅呀 非常像明清才子佳人的那样一种感觉 而还有就是他们两个在对话的时候呢 就说是会说奴 就现在上海话里面这个奴 奴小的包就这个奴 然后呢还有这个就说是 女孩子自称的时候会自称为妾 所以这些都是 如果你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了解 你在看这个戏 你就会觉得挺对胃口的 因为你要考虑到 10年代读者的那样一种 就说是阅读的一个趣味 跟他们的一种阅读的习惯 甚至呢在这个剧翻译的时候 里面还实时的会有一些 评点的文字进行加入 就像这个就说 有一幕里面是阿巴共 作为一家之主来训斥 就是说他儿子的仆人 就是说你每天在家里面游逛 是不是想偷我的东西 但是呢在这个中文的一本里面 就会加一个括号 告诉你说这个主人呢 骂仆人是对的 因为呢就说是阶层不同 他应该对这个仆人加以管教 他说这个仆人呢 竟然不怕主人 还反唇相激 他说这实际上是违背了 伦理秩序的 就是说以下犯上是不对的 同样的这个评点还出现在 这个就是说是阿巴共和他的儿子 克莱昂特两个人 就是说因为爱上了同一个情人嘛 他们两个在吵架 那么这个里面呢也会评点 说虽然呢这个阿巴共呢 这个人为老不尊 但是呢他儿子这样子 就是说竟然跟老子进行这个顶嘴 这也是就属于叫做人伦里面 最基本的人伦都道德都没有遵守 所以呢就是说还有这个 就是说女孩子马利亚娜 到这个阿巴共家里面 实际上是上门相亲了 然后呢就说是阿巴共呢 实际上是用一种相对欺骗的手段 想让这个女孩子呢 看中他来做他的这个后妻 那么这里面呢 他就会还加口号 非常紧急的说 他这些都是谎话 千万不要上当 所以今天的这种评点文字 我们在任何一部翻译作品里面 不可能会发现说 就像一个说书人一样 他故事讲到一定地步 他一定要停下来进行评解 甚至呢还要提醒这些读者注意 注意啦 这里是一个效果 你一定要注意 要在这里是开心的 所以呢就说是 这个就是属于叫做非常本土化的 他在每一幕每一场里面 他还按照《红楼梦》啊 按照传统的小说一样 写了回幕 然后起了标题 而在这个整部书 整个手前奴的翻译前面 还告诉你了说 故事的本事 因为这个故事 你也知道西方戏剧 它不会像中国的一个历史 演绎传奇一样 是按照顺序来讲的 对吧 但是呢 他担心说你读不懂 我先把这个故事告诉你 按照时间顺序 然后前传是什么 本事是什么 总共每个人物 是什么样的身份 都给你交代完之后 好 你再来看这个戏剧 所以你会看到 在这个里面呢 就说是中国化的一个 人物的背景 还有他们的姓名 还有许多的地方都进行了一种 中国化的一种 就是说改编和改变 还有像20世纪 40年代的时候 我原来提到了 说顾忠仪先生 把千里人就改编成了 生财有道 就我们在原文里面 看到的是说 巴赖尔跟他的这个父亲 跟他的妹妹 是因为遭遇了海难而分开的 但是呢 在就是说生财有道里面 是说日本人去攻占南京 然后呢 住在南京的这些居民呢 纷纷四散逃难 在这个逃难的过程中 造成了父子父女的 这样一个间隔 甚至呢 那个就是说是 爱丽丝的这个小姐 之所以爱上巴赖尔 就是说逃难的过程中 家人四散了 然后他不小心落水了 那么巴赖尔救了他 所以呢 他对他一见钟情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在这里面 你会看到时代背景 也都加入进来 而且就是说 根据生财有道改编的 其中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是改编的版本呢 非常好玩的是 到最后两对青年男女 他们就说是 不是结婚了 因为喜剧 法国的这个喜剧 还有莫里亚的喜剧里面 一般是以婚礼 作为喜剧的结尾 但是呢 在这个改编版本里面 是说两对青年男女 去投奔重庆了 然后去参加抗战了 所以这些都是 非常时代化的一种感觉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就演出效果 可能会非常好 因为能够勾起 他们对于 现实的生活的一种 就是说是 回忆 而到五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看这些 千里人和伪君子的演出 你会看到 就这个主角 就是这个阿巴公 或者这个大杜甫 他们是把他进行 一种丑觉化的处理 就是在表演的时候 是把他们作为一个 反派的反面的角色 然后呢 就说是还吸收了 中国传统戏剧里面 那些丑觉的表演的 这些身段和技巧 来对他进行刻画的 那么而配角呢 我们看到的 在这个莫里埃本来的剧里面 实际上就说是 配角也是非常重要的 喜剧人物 可能是非常的笑闹 非常的夸张 但是呢 就说是在五六十年代演的时候 这些配角是非常证据化的 就说是按照这个 悲喜剧的那样一个套路在演 所以呢 就说是后来呢 就有人写批评文章 说看这个法国喜剧 看莫里埃的喜剧 怎么笑不出来 觉得说它是一个社会悲剧 然后呢 就会对它就产生疑问 那么还有像舞台演出的时候 对于中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 都提倡说话剧要向戏曲学习 话剧要向中国传统戏学习 所以呢 就说是像上戏那边 他们在演命色鬼的时候 在舞台上会有吊锚啊 会有这个就说是走圆场啊 一系列的我们所看到 都是中国传统戏曲的这些 表演的身段和表演的程式 来运用进来 所以就说对于那些 台下的观众看到的时候 也会觉得说 这个就说虽然是个法国戏剧 但是呢 跟中国的本土特色 结合得很好 也能够让它产生一种 就说是喜欢看的 这样一种 就说是趣味的 就说虽然是个法国戏剧 是个法国戏剧 人杠人的做法国戏剧 全部帮助 你面前的准备剧 这是适合的